第717章,他还是人吗? 什么人? 顿时,与化教的方阵之中传来了一声爆喝声, 连他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突变给惊呆了, 原本根本没有将这些真武学府的弟子放在眼中。 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, 在这里的真武学府的真正高手, 都已经撤退回去了真武学府了,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喽啰根本就不值一提, 如果不是据说这里面有一个真武学府的大秘密, 他们根本不会前来, 带来这支大军, 虽然只是与化教大军之中的一小部分, 但是依然足见他们的重视了,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, 后来又多了一个叶熙文, 叶熙文的到来非常的低调, 根本就不曾惊动很多人, 因此他们的探子根本没有得到消息, 不过就算得到了, 估计也不会在意, 对于他们来说, 一个两个大圣级别的人物根本不能改变整体的战局, 当然,除非是半步超脱镜的高手出手,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, 真是无法无天, 叶熙文脸色铁青的一路漫步到了天空之中, 是叶师兄, 太好了, 我们有救了, 诸多的弟子见到了叶熙文出现, 顿时士气大震, 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, 没有想到, 在这里居然能看到叶熙文出现在这里, 叶熙文的战绩, 随着击败穆圣节之后, 一下子也就传遍了整个真武学府, 虽然许多人都在质疑他是用了什么方法才能击败穆圣节的, 但是不管怎么样, 这都是一个超级高手, 有他在这里坐镇, 他们的安全性就大得多了, 特别是刚才叶熙文漂亮的雷霆一击, 更是提振了众人的士气, 苗鱼面色很是复杂的看着叶熙文, 没有想到最后在即将死亡的时候, 居然是叶熙文救了他的性命, 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, 叶熙文和执法堂之间的恩怨可以说得上是很难化解的了, 他原本觉得叶熙文没有深究以前, 他们之间的恩怨就很好了, 根本不敢想叶熙文居然还会救他, 却不想, 在叶熙文的心中, 在这个时候, 也无所谓是什么部分的人了, 他们现在都只是真武学府的人, 叶熙文也不可能见死不救, 多谢叶师兄救命之恩, 苗鱼上前拜见, 不管以前有什么芥蒂, 但是随着这次叶熙文救他一命, 就什么都不重要了, 尽管叶熙文习武的时间比他还要短得多了, 但是这一生叶师兄他叫的是心甘情愿, 这就是叶师兄, 真是了得啊, 刚才那干脆利落的一击, 直接抓灭了好几个圣境级别的道兵, 真是威风凛凛啊, 是啊, 有他在, 我们的胜算就大得多了, 就算要逃走, 也有把握得多了, 是啊, 是啊, 现在谁还敢说叶师兄是名不副实, 我就揍死他, 这样的实力可比我们都要强横得多了, 是啊, 不管他是以什么方法击败牧师兄的,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, 那都是神仙打架, 有什么分别吗? 都不是我们能够参究的, 众人见叶熙文强大, 顿时纷纷都放下心来, 不管怎么说, 在这个危险的时候, 能有叶熙文这么强横的高手坐镇, 无疑是一件大好事, 半步大圣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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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的一尊半步大圣, 竟然敢阻挠我大军的前进, 正好一起消灭了, 我正愁这次没什么像样的功绩呢, 能斩杀一尊半步大圣, 也算是小有收获了, 与化教大军之中, 一声冰冷的声音冒出来, 却是一尊道兵首领, 从其中走了出来, 为首的一人, 是一尊身材高大的道兵, 竟然是一尊大圣, 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, 一旦修炼到了大圣, 都是了不得的, 虽然道兵的身份地位都不能和一般的弟子相比, 更像是一群炮灰, 但是到了大圣级别又是另外一回事了, 修炼到了大圣境, 那么就真正和一般的大圣级别的实权人物没什么差别了, 而且在道兵之中都算是一方首领, 能够统领一整支大军, 事实上他正是这支道兵的首领之一, 在他的身后, 人影绰绰, 其中有几尊强横的大圣的气息在其中隐藏, 不过如何能够逃得过叶西文的眼神, 想杀我, 叶西文的眼神异常的犀利, 扫了一眼这个道兵首领, 这道兵首领顿时只觉得心里一寒, 不知道怎么的, 竟然心里会有一颤, 不过也没有放在心上, 只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, 不过这一颤, 却让他有一种恼羞成怒的感觉, 虽然没有人知道, 但是他却感觉异常的耻辱, 给本大爷去死, 哨在本大爷面前装蒜, 那个道兵首领怒吼一声, 朝着叶西文扑了过来, 手中长枪挥舞, 先是一点寒芒仙道, 点破了虚空, 随即枪出如龙, 直自叶西文的面门, 强大的杀招一瞬间就发了出来, 他也不知道, 自己是怎么了, 心里居然会对一个半步大圣, 有什么忌惮的心思, 在他堂堂的大圣的面前, 半步大圣算什么, 虽然半步大圣号称是只差半步就能跨入大圣, 但是只要不是大圣, 就和他有着天壤之别,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, 强大的弓势瞬间点破了虚空, 划破长空, 形成一条巨大的黑色的裂缝, 那是空间的裂缝, 开开合合, 直接朝着叶西文这边横扫了过来, 叶师兄小心, 在他旁边的苗宇顿时大惊连忙提醒说道, 之前的恩怨早已经过去, 这个时候叶西文可能是他活下来的唯一保障, 他厌能不紧张, 但是一尊大圣级别的高手出手的速度是何等之快, 他才刚刚出口提醒, 那长枪已经扫到了叶西文的面门之前, 急如迅雷, 似乎要一下子将叶西文给扑杀了一般, 却见那叶西文神色平静的抬起头, 猛然间动了, 速度竟然比那长枪还要快, 化作一只大手, 直接抓了过去, 刚才那已经突露了叶西文周身的长枪, 突然被他抓在了手中, 砰, 却听见一声巨大的爆响声, 那只大手, 一下子抓到了长枪之上, 猛然一扭, 这杆不知名的金属济炼而成的长枪, 就如同麻花一般, 被一下子抓成了一团废铁, 羽化教义方的所有人都傻傻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 怎么可能, 这可是一尊大圣啊, 虽然仅仅只是大圣中期, 但是也毫无疑问是大圣没错, 是一只庞大的盗兵军团的首领之一, 他的兵器, 就快要成为大圣器了, 已经距离大圣器不远了, 现在, 居然被他直接抓成一团废铁, 这是什么情况? 这个时候, 也唯有真武学府一方的武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 眼前这个叶西文虽然看着只是半部大圣, 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敢小看他的, 原因无他, 就是这个看起来只有半部大圣的家伙, 却击败了大圣境大圆满的穆圣节, 连大圣境大圆满的他们, 心中静若神明一般的牧师兄都败在了他的手下, 这才不过是一个大圣中期, 算毛线, 却不知道, 在他们的心中, 叶西文已经到了一个被神化的地步, 已经足以和当初的穆圣节相比间了, 区区一个大圣中期算得了什么? 虽然他们对于大圣中期的高手来说, 也仅仅就只是一个蝼蚁而已, 但是跟着叶西文, 他们的心气也提升了很多, 有叶西文在, 一个大圣中期, 确实不算什么, 你的东西, 我就还给你, 叶西文笑笑, 手中的那一团废铁一般的长枪, 猛然间在叶西文的手上爆占出强大的光芒, 仿佛一瞬间重生了, 重新焕发出生机, 又变回了一杆长枪, 叶西文的手臂上青筋一阵爆起, 猛然间长枪甩出, 顿时在天空中甩出一道巨大的流光, 每一寸被触碰到的空间都全部一下子崩塌了, 形成一道巨大的飓风, 犹如一条枪龙一般, 可怕无比, 所有人都正正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 比起刚才那道兵首领发出的异象要大得多了, 几乎一枪都要毁天灭地一般, 长枪蔑视, 长枪在叶西文的手上, 才真正有了可怕的威力, 发出了堪比大盛气的波动, 再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 瞬间重回到了那道兵首领的面前, 那道兵首领可没有叶西文的这般实力, 在这个时候, 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抵挡, 长枪瞬间突破掉他身上所有的防御, 扑斥, 一抹血花飞溅了出来, 那个道兵首领直接被长枪穿透而过, 可怕的力量瞬间震碎了他身体的五脏六腑, 带着强大的惯性直接拉着道兵的身体横飞了出去, 喷, 长枪直接轰的一下扎入了地上, 轰出了一个方圆十几里的巨大的深坑, 整个地面一下子凹陷了进去, 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, 而正中央上, 那道兵首领的尸体斜斜地挂在枪围, 双目圆征, 难以置信, 自己居然这么凄惨地死了, 还是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地死了, 现场一片寂静, 落真可闻, 风吹起一片血腥之气, 所有人都像傻了一样,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 尤其是羽化教的高手, 更是难以置信。